我們來改寫一下程式 根據剛剛的邏輯 要怎麼改呢? 首先的話我先大概改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往下拉一點 讓它比較寬一點 底下這個把它往下 然後計算金額放在下面 放在這裡 另外這個 因為數量部分 特別注意 其實數量的部分 一般如果說你確定說 你的數量大概是哪一個 一到幾個的話 你最好不要讓使用者自己去輸入 不然呢 使用者他給你輸入 數字以外的東西的話 你程式就會 就會跳掉 不然的話你就是還要再寫程式去判斷 所以一般呢 當然給他用最簡單 就是下拉式的方式就不會錯了 因為強制他一定要從那邊去選取 那這裡當然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把程式上來改一下 那改介面 介面就會動到程式 你們可以試試看 所以說我今天 第一個可以讓他多選 那多選數量部分 就把這個刪掉 刪掉之後呢 我讓他可以什麼樣呢 就是下拉式的選取的話 可以找到有個叫combo box 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個叫combo box combo box就是可以讓我們怎麼樣 下拉 下拉 可以讓他下拉式的 所以就是直接把這個拖拉過來 然後這邊第一個combo box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裡面的數量你可以去做編輯 那編輯的話可以從哪邊編輯 這邊箭頭底下有個什麼呢 有沒有 這邊有個箭頭對不對 箭頭點下去呢 這邊有個編輯項目 那編輯項目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去輸入1 ENTER 2ENTER 3ENTER 4ENTER 5ENTER 假設我最多給他5個好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們執行來看 他這個地方就只能夠 只會出現1到5 讓使用者去選取 只會出現5個選項讓他去選取 而不會有多出來的 不會多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限制他的這個選取的 不過你會發現呢 他馬上會跳出錯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有沒有 把它刪掉了嘛 就是那個文字方塊刪掉 所以這一行我先把它註解掉好了 MARK 按一個單引號 那這樣呢 來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下拉子 有沒有 1 2 3 4 5 就可以讓他用選的方式 用選的 其他的話呢 這個地方當然也是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另外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 複製 按下Ctrl鍵拖拉 就是等於是複製 他就複製兩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有兩個 那 許多個今天點這一個就是他的 點這一個就是他的 那再來的話 名稱稍微改一下 一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下拉是 複製有個好處 就是說 我一複製其他裡面的資料 有複製過來 那名稱的話呢 我比如說我這個地方給他改 叫做 CMB 縮寫 CMB 開頭 然後CMB 這個給他叫 跟那個原位的一樣 叫O CMB O 這個叫做CMB 什麼呢 B CMB 牛肉的話是B 縮寫B 大寫 記得喔 前面三個都小寫 就是 控制項的縮寫名稱 然後 那後面這個 大寫就是 他的 你給他的英文名稱 C 這個叫 CMB CMB 這個 X 那這邊就有個數量 那如果我今天呢 要點 可以讓他複選 可以讓他多選的話 那記得就可以把這個程式 有沒有 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有沒有 就把它刪掉 刪掉 然後就可以做多選 那這裡的話 想你們試試看 就是說 第一個喔 加上ComboBox 然後再修改一下 最後計算出金額呢 能夠得到是我們要的結果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修改一下程式